这期视频分享如何在Facebook脸书不被好友标记 就是说不被好友在Facebook post那边tag你这样 如果你今天骗老板说生病不要上班 然后跟好友出去玩的时候好友打卡 然后在脸书那边标记了你 如果被老板看到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接下来的步骤做 就可以不轻易被好友标记了 OK首先我们先打开Facebook 然后点击右上方的个人图标键 然后点击这个类似齿轮的按键 由于Facebook的设置呢一直都是在更换的 所以很难确定全部人的设置都是跟我一样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这里搜索关键字 比如说现在我要我要做这个标记的设置呢 搜索标记 OK然后找到了就是这个个人主页标记 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里下面你会看到有一个部分是写着审核 点选第一个选项 然后启用这个审核你贴子中的标记 然后再返回上一页 然后再点第三个选项 然后启用审核标记你的贴子 OK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尝试测试一下从另外一个账号标记这一个账号 OK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账号 OK这个是我另外一个账号 比如说现在我要分享这一个文章 点击一下 然后标记刚才的那个账号 然后标记刚才的那个账号 OK然后点Post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之前已经设置好审核的那个账号 OK收到了一个新通知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了 就是写这个人在贴子中标记了你 立即审核 点击一下这里 然后他就给你知道这个人分享这个文章给你知道 然后就问你要隐藏还是要添加到个人主缘 如果你不想给任何人知道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隐藏 这样其他人就看不到了 OK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 如果喜欢这类型视频 记得订阅给赞 谢谢